商务部昨天发布了今年前两个月吸收外资情况 数据显示今年1至2月 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43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7.9% 从行业看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757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4%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73.8%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69.2% 高技术服务业增长74.9% 从来源地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东盟实际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27.8%和25.5% 从区域分布看 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同比分别增长36.6% 74.9%和13% 我们下期见